王万玉 奥运让自己有很大转变 整个人升华很多 王万玉曾经评价自己总是在比赛中患得患失 爱纠结 正因如此 他常常在决赛的最关键阶段无法冲出去 不过慢慢开始释放自我的他 接连赢得了多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持皮卡出战东京奥运会的他临危受命 与陈梦 孙颖莎一同摘得女传冠军 博冠后的王万玉说自己还没打够 当时女队主教练李笋 在决赛前把他们三个人叫到一起 手臂围成圈互相加油打气 李笋的话咱们准备了五年 等的就是这一天 展现你们自己的时候到了 激发了王万玉的斗志 当时我就感觉浑身在冒火 就是要去打仗 就是要赢 东京奥运会后的陕西全运会和拼超联赛上 王万玉延续着上加表现